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形又得到了一个飞机形态 其实玩点方面还算是比较新颖 而且一款产品得到两个形态 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比较值的 简单的就来说一下 这一次的包装盒 因为盒子实在是太大了 简单上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分为AB包装 A包装就是人形的主体 B包就是整个的一个上半身 也就是飞机形态 加上附赠的支架 所以这一次我就简单快速的 跟大家去聊一聊这款产品 最近防疫的时间是真的不太这么多 有效的利用碎片化时间跟大家聊一聊 首先这一次的产品 人形的高度是34厘米 一会儿我也会上同系列的一个T08 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载具形态 从头到尾的距离是达到了46厘米 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家伙 大家也知道这款08的一个变形设计 其实也就是上半部分变成飞机形态 后腿的那两个部分 直接是累赘的挂在这 而这一次取消了那两条双腿 把整个的一个原版的背包 给它变成了整个的一个飞机形态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收纳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样一样看 首先是先从飞机形态来看起 整个飞机形态这一次其实就是原版MPM08的一个上半身 大家也可以看到 整个是取消了人形的头部 还有底板的胸口位置 我直接就是从载具形态来简单过一下 整个的载具形态刨去了雷坠的双腿合并的设计 我觉得还原度方面更符合设定里 飞机微阵天那种异形战机的一个状态 比较可惜的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头部的设计 如果增加一个头雕的话 可能对于整体的一个异形飞机的还原度 会提升的更高的一个层次 整个的涂装方面还是非常漂亮的 采用了金属色的一个涂装漆面 整个金色是采用了这种铜色系的金色 并不是那种灿金 所以一体性搭配起来并没有那么突出 而外挂的配件也是同样和飞机形态有一个互动 这一次相比较于以往的这几款产品 增加了一个所谓的地台模式 我们把这个地方取下来 它非常讨巧的是通过梯形的关节 把这个地方卡住 而地台又可以完美的支撑飞机形态 和上半身的一个展示 所以说地台也是非常有意思 地台分别是一个载具形态的地台 这个就是载具形态的一个地台 还有一个人形形态的一个地台 如果说你选择用人形来进行一个展示的话 你也可以同样通过梯形槽 来把上半身作为一个小胸像的一个样子 来进行一个展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变身之后的上半身 其实整个的上半身是和原版是一样的 并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动 而且整个上半身是可以做一个互动的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产品还是定义的非常微妙 你既可以选择原版的那种变形模式 就是一体的来进行一个参与变形 又可以选择把这个作为一个胸像 或者一个飞机形态来进行一个展示 本身整个一个上半身也没有什么过多讲解的 一些齿轮的关节方面都是比较咔咔作响的 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倾向于 把这个上半身的整体形态作为一个飞机 进行一个展示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接下来就回归到一个重头戏 就是大家想知道是这款MPF的版本 和之前的T08有什么区别 首先在整体的高度方面 两者是几乎相同的 在我肉眼可见的范围内 我个人是觉得这款微微要高于T08一点点 只是一点点而已 在整体的一个金属色发色方面 T08整个的颜色是选择了 比较暗一点的金属配色 配合着这种烟熏效果 而MPF的整个配色是亮银色的一个金属色 一个感觉是偏旧一点 一个感觉是偏新一点 正面的视角来看 最大的区别在手部是非常明显的 这一次MPF的一个手部 相比较于之前的T08也好 MPM也好 手型是得到了一个还原电影中的一个造型 虽然这个手型看起来怪怪的 但是上一张电影的设定图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手型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一个手型 它做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还原 再者两者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可能也是我手上样板的一个原因 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我手臂的平台关节是没有齿轮的 但是整个的一个紧实度和阻尼感 控制的倒是非常得当 那T08这个版本是有一个齿轮关节的 这一点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我手上这个中奖的一个原因 背面方面展示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一次MPF的版本也是还原了电影设定中 微震天比较扁平的飞机机翼的造型 包括它小尾翼的部分 我这也同样上一个电影设定图 给大家来做一个展示 还原度方面来说 这一次的MPF确实更还原电影设定中的一个样子 再从侧面的角度给大家来做一个展示 大家就能知道这次的一个背部处理的是多么的干净 整个的颜色方面和背部还有手臂的改模 是这一次MPF的一个亮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MPF与T08的武器对比方面 首先先来看一看这把取机枪 同样分色发色方面也是能非常明显的区分 MPF这个是采用了亮银色的一个金属质感 而T08这个版本是采用了烟熏色的一个效果 至于两者 各位更喜欢哪款 看各位 这个软鞭子方面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手感质感上面差别比较大 这个是T08的一个版本 之前我就已经吐槽过 我说这个鞭子这个位置稍微是有一点软 支撑力度不是特别够 这一次MPF的这个版本 整个的一个支撑力度是非常OK的 紧实度也比较适中 这个也是两者配件上面的一个区别 接下来我们就集中一下 看一下人形的细节以及可动 整个的一个细节 我觉得是和T08相仿的 除了烟熏色和整个的亮银色的 基础骨架呢略有不同之外 分色呢几乎是达到了一致 那首部呢和背部的一个改模呢 确实也是还原电影中的设计 但是呢 稍稍吐槽一下 就是这个头雕并没有改 如果这一次的头雕呢 也做出了一个改模的话 我相信这款产品呢 几乎是可以胜任 MK类型的一个飞机V了 所以说略微还是有一些小遗憾 那先从头雕方面来看一起吧 相比较于T08当时我说的 这个关节的松紧度来说呢 这一次MPF的一个关节的 适中度呢会更好一些 分色方面呢 是采用了亮银色和金色的一个分色 包括眼睛部分呢 会有金属红色的一个质感 整个的一个紧实度呢 控制的也是比较适中 只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把头雕呢 做成一个更还原 电影中的一个设定的话 对于这款产品的一个加分项呢 可能会更高一些 手臂的一个关节方面呢 刚才已经说了 不知道是不是 我手上这个样板的一个原因 整个的紧实度呢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并没有齿轮关节 肩甲的部分呢 平抬整个的手臂呢 这个位置是有非常清脆的 齿轮关节的一个声音 包括呢 小臂的这个位置 是有一个平转关节 按照设定图的一个思路的话 确实 魏震天的这个手型呢 就是这个样子 肘部的一个关节呢 也是采用了一个齿轮关节 因为呢 是可以与之前替换的胸口呢 做一个互相的搭载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也是作为一个插拔键啊 这一点的设定呢 也是看各位 究竟是喜欢新规的一个身体呢 还是之前08的这个身体啊 也是多了一项选择嘛 然后胸口的这个部分呢 同样也是可以打开 里面呢 也是有活种源的一个设计 当然呢 这个位置呢 是做了一个梯形的一个扣子 如果呢 你不喜欢这副身体的话 你完全可以把整个的这一片拆下来 和刚才的那个胸口 做一个适配就OK 腰部呢 是可以腰转的 整体的一个紧实度呢 控制的也比较适中 腿部的一个关节 前踢的一个齿轮位点 晃动一下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松动感 后踢达到一个这么大的位置 包括侧踢因为一个造型键 稍微呢 避让一下 也是齿轮关节 声音的一个阻尼感呢 还是非常清脆的 大腿的这个部分 在这个位置呢 是有一个平转关节 屈膝呢 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齿轮位点 两段的一个膝盖关节 整个的紧实度呢 也比较适中 包括脚底的部分呢 也是有接地 前后的一个收纳 也是做出同样的一个设置 这一次的这个设计啊 感觉呢 还真的是有一些 小心影的亮点在里面 尤其是还原了电影设定中的 这个背包呢 确实对于一些DMK党 或者是战师党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再配合一个半身 也就是单独可以展示 飞机形态的一个支架 加上这个上半身 我个人是觉得 这款产品呢 在当今的市场呢 还是有一定的优秀点 还原的人形 然后呢附赠了一个飞机形态啊 缺点呢 可能大家说 哎呀 这个又是插拔变形啊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呢 也是啊 鱼和熊掌呢 不可多得 所以呢 看各位究竟是喜欢 怎么样的一个设计语言了 那这款玩具的一个视频呢 我们就简单做到这儿 最后再次感谢一下 淘宝店铺 ZW变形模玩 对本次视频的一个大力支持 非常非常感谢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做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